一只老鹰正用锋利的爪子紧紧地按住一只小油猪 小油猪并没有服输,而是奋力反抗 那小油猪能否逃脱老鹰的力爪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一条马路附近,一只油猪妈妈正带着几只小油猪在觅食 然而看似祥和安静的草地上,却暗藏杀鸡 一只老鹰早已盯上了他们 此时的油猪们却完全不知 老鹰一直在树上等待着机会 此时一群小油猪正在穿过马路 老鹰觉得机会来了 瞄准时间俯冲而下 一把按住了一只小油猪 其他小油猪四处逃窜 而这只小油猪并没有服输 不断地顽强抵抗 对于老鹰来说 猎杀这只小油猪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老鹰并没有这么做 任凭小油猪怎么反抗 老鹰也没马上猎杀小油猪 而是东张西望地向四周观看 心生一记 原来老鹰想利用小油猪猎杀油猪妈妈 只见老鹰此时发力 直接猎杀了小油猪 然后转身就飞走了 此时不远处的油猪妈妈 一直在犹豫是否去救小油猪 此时的老鹰一直躲在树上暗暗观察 最终油猪妈妈还是识破了老鹰的计谋 无奈的老鹰只好飞回去 抓起小油猪 非常失望地向四周望去 然后拖着小油猪一步一步地离开了 看完老鹰猎杀小油猪的精彩场面 想必你已经领略到了老鹰的威力 其实何止是油猪 即使是巨蜥 老鹰也丝毫不怂 抓起巨蜥就是一阵狂揍 相当霸气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只老鹰捕获了一只巨蜥 堂堂的巨蜥自然没有屈服 它不断地用尾巴反击老鹰 不过收获却微乎其微 反而是老鹰一边用力找踩住巨蜥的身体 另一边用尖锐的嘴去啄巨蜥的眼睛 而巨蜥所能做的只能是无力地反抗 而对老鹰来说 他不仅用嘴啄巨蜥的眼睛 他还尝试将巨蜥抓起来飞向空中 虽然高度不高 但是这个动作却充分彰显了老鹰霸气侧漏的一面 结果也不出意料 巨蜥被老鹰干翻 在第四角朝天甚至做出了投降姿势 结果没几个回合下来 巨蜥彻底被老鹰制服不再动弹 不得不说 在猛尽界老鹰战斗力真是所向披靡 连游珠和巨蜥这般猎物都能轻松拿下 也是再次展现了老鹰的实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是老谭 创作不容易 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长按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